这里还有一个吃面的地方 鲍島里面的价钱不贵 牛腩汤13元 鸿吞面小9元 再谈谈鸡种 皮下脂肪不算太多 如果鸡皮下脂肪多 其他脂肪都会失色 Hello 各位观众 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五 现在差不多六点 今天和老婆过来南岸找食物 这里是比较接近铁路边 南岸铁路边 我不是经常过来 有时老婆会带我过来这边逛逛 原来这边也有些市场 有些河冲 都挺过瘾 来到这个中枢 很多人差不多收工 街道都挺容易闹 在面前还有一棵构树 应该是榕树 几百年没那么夸张 前边还有些铁栏 早上应该是厌密酸 这里还有一个祠堂 叫做什么 叫做邵康马公池 跟我们前几天去过的祠堂 都是差不多 全部都关门了 原来是南园街老人康乐中心 地面还是这种麻石 它重新铺过的 但是还保留到原先的味道 对 这些行李还很够 全部都是这些地下麻石街的路面 南岸 之前也有观众说 不如过来这里直播 当时我就一口拒绝了 因为在我心目中 南岸就是批发市场 卖装修材料那种 在我印象中完全未来过 我应该是第二次进来 其实如果知道有这么热门 真的可以进来直播走走走 这里还有一个吃面的地方 铁树里面的价钱不贵 牛饮汤13元 鸿吞面是小的 9元是搞得变的 看来这里消费也不是很高 慈名牛饮30年历史 店面不算很大 我都挺喜欢这种 继续走 据说前边一路走 是可以回到中山伯了 西村的方圆 路都挺长 前边还有条河冲 天都未黑 这些大排档已经开业了 这个叫明菜馆 看上去开了很多年 看他们的叔叔 享受杯啤酒 慢慢吃些美食 不过今天我们不来这里吃东西 我们继续往前走 买粟米 差不多 这个 你喜欢哪有的 这个 这个 我不管 有没有 没有剥好的 这个 没有了 这种给五条我行不行 那有了有虫 不怕 这个不 上不久 我要这种五条 可以找 五条给我就可以了 一二 这两条是你 那一放 看不到 看一个星期 好 其实这个环节 是我完全意料之外 我完全不打算进来这里拍 我打算带大家去周门 去完周门 就过去黎湾路找食物 最后才去市场 但是 竟然被我老婆带来这里 很多食物 前边这个 叫做达南粮油尾食 布拉肠 让我过去试一下 什么价钱 之前不是有观众跟我说 想我拍两送饭的吗 这些就可以了 对吗 香港滑鸡饭是12元 蒸饭 蒸饭 蒸饭看不到多少钱 不过 价格也不会差很远 很贵 不会变了28元 看有什么吃 都很多食物 可以 三个菜 下次 下次 这个好 不付钱 老板烹饭就走了 不过 下次来付钱再拍 看上去不错 而且坐得不算很逼劫那种 这种才新鲜 不如是荔枝 叶子 叶子 叶子是那种 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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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街边食物就是过瘾了 五大盐 这个叫做桂林糕 我试试 我和老婆分金同意 有椰汁味 我试试 三排两泊吃完桂林糕 好过喝汽水 好清凉 那间店铺已经做了九年 主要是吃芝麻糊 不过这么热 我们没理由吃芝麻糊 刚才问老板 他说做了九年 做多一年就退休了 真是幸福了 这里还有个市场 叫南澳新街市 我记得附近 好像还有个叫南园市场 来到这个市场 很多市民买菜 都是正常的 斩料 最热了 7.5折 我们早几天见到8折 这里是10支喜售 7.5折 接后3元 3元 对 7.5折就是3元 7.5折就是3元 4元 早几天我们去迷市路 看到8元 3.2元 刚才那种甜桶 我们会叫做 这里是3元 真的值得买 这个潮山牛肉店 它是卖粉面的 挺香的 它刚刚炸完蒜头 这里有很多食物 弄得我差点不想去荔湾吃东西 不行的 那里便宜 经济很多 对 那里坐得舒服 至于这些食物 其实都是差不多 老实实 终于我们来到这条河葱 我身后这条河葱 叫司马葱 到西华路那边 又有一个口 彩虹桥的方向 可能適合陆雨 看那些葱上边的水 刚才这家纯德赛看上去 很热闹 我们现在走这条路 叫河柳街 如果我们要回去荔湾路 其实都是经周门 比较方便 在这里走过去 大概十多分钟 便会到 经过了千辛万苦 我们终于来到周门了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周门为什么叫周门 其实很简单 因为以前这里是村 村有很多人姓周 所以就叫周门了 没有很多历史 可以让我们找得到 在前边往右转 便会回到荔湾路 好 我们终于回到荔湾路 现在便要去找食物 不知道会不会像上次那样爆棚呢 不过不要紧 在荔湾路里有很多好食物 我们去那间是 我很久来过几次茶楼 不过应该是 可能已经换过老板很多次了 应该是换了 以前我说是世纪明珠 世纪明珠好像是 最初就有个同学 初中同学来 其实他搬来周门住 他就请我们过去吃饭 然后呢 那个时代大概是 96、97年左右 及后 到我出来工作 在荔湾路上班 公司同事 都经常会带我过来吃饭 迟至今天 我带老婆 还是老婆带我过来吃 以前好像是这个位置 不是啊 这里写着什么 想月食酒楼 应该不是这个 应该是前一点 搬去前边 我看到了 前边写着什么 什么 军会酒家 哦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没错了 就是小米旁边走进去 因为它门口是阔落很多 现在变成叫做 看看 看一看 全都灌过了 诶 为何变成了游泳健身 没错了 没错了 就是这里 这叫军会酒家 凌蓝心心鸡 粤菜 应该是没有点心的 就是点菜 那种 是啊 早茶 咖喱四煲 38 水冬介 38 牛油蟹肉炒滑蛋 38 就它了 好吗 我们坐下了 这里点餐 非常特别 没有独餐牌时间 又或者叫有 是拿着卡 去前边 落单 暂时看上去 老实说 不算很多人 跟我们之前去的对比 这里似乎 没有以前那么夸张 点餐 就是这里 鱼夫海鲜餐厅 好吗 又要这个 好吗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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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个白银钱 4个起手 再来 生蚝半打 是三个贵 这些 这些 瑶柱杯 62又贵 但是吃过虾 我不想吃虾 那些 沙甲 就是炒那些什么 一千克 30元 都可以啊 挺好啊 这个30元 一份 至于另外那些小菜 就写在福祥上面 羊尖椒果汁猪扒 刚才我们看见 旁边的阿叔 吃那个 那个叫做 什么 黑椒鸡扒 这个太新了 90多浅 是的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 旁边的桌子 嗯 两个人 我们不能够多菜 只是够多菜 再看其他 五楼炸弹 我经常去看 五楼炸弹 32元 花雕海味粉丝锅 38元 黑椒牛柳 48元 葱油饼 18元 刺刀也有 18元 芯米鸡 芯米鸡 嗯 不想吃 看得到挺漂亮的 那就吃吧 就这样三桌 好啊 足够了 两个人 哇 这个中数7.3个字 真的有点饿了 我们点的鸡 就送了来了 不是白斬鸡 而是全熟的 试试味 你才以为全熟没有给姜葱 都是有的 全熟鸡 哇 很大胆啊 刚才试过一口 全熟鸡 很大胆啊 调味是挺好的 调味是不错的 吃得出有鸡味的 不过呢 既然做了全熟鸡 我应该吃过全熟鸡最好 胃外 我吃鸡又不太好 肯定是有一段距离的 老老实实 畢竟呢 这里始终是一个海鲜酒家 它煮鸡 始终不是说 能够跟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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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段距离 都不算得上话 可以说到很差的 不算的 不算的 再说一下鸡种 它皮下脂肪不算太多 大家可以看见 如果 你说这鸡 上到来 皮下脂肪多呢 其实其他都会很失色的了 再看这个角度 不算很多 很多肥膏 我很怕很怕那种 另外 对于一个全熟鸡来说 其实鸡肉 不算很粗 很粗 那种 太肥了 这里 其实是适合我标准的 但是 如果 喜欢 吃 很传统的 白斬鸡的观众 我想 他对这个鸡的评价 应该会比较低 不过 我就很喜欢 而且 它的做法 有点像 咸鸡那种 因为鸡肉 吃出 都有咸味 有味的 皮 反而不算太硬 海鲜酒家 当然是吃扇贝 这个扇贝 4只起愁 8.8元 一只 很漂亮 如果刚才鸡肉 有点失望 这个 就取回所有分 下面有粉丝 上面这个圆贝 大家看看 多肥 让我想起 以前 在陈嘉子旁 那条街 有很多 烧烤档 有点像那种感觉 不过 以前 它的烧烤档 是整条街都是 后来 因为做地铁 所以 抛走了 有几间搬去 洞感小西关 这里 几肥美 整块 不用叫饭 很美味 非常美味 你看 粉丝 一看就知道好吃 这个扇贝很新鲜 有海鲜的味 不会只有那种雪藏味 过瘾了 最后 再试一些粉丝 说得对 我们在南岸 那里 闻不到别人的炸蒜头香 在周门走路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很不安 除了准备下雨之外 我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 来到这里 我就知道自己要找什么 不是就是它 这些蒜头很美味 如果它再炸多一点火候 就更美味 不要管它了 吃了 嗯 这些小菜餐厅 就好了 今早 我就和大家去直播 现在是星期五 我们走过万兴门口 说过九几叶汤 现在就喝到九几叶汤 不过万兴那些是不同的 万兴是加猪肝的 这里就加羽包 吃到里面有骨 真的容易煮的 嗯 不算很重 那些肉味 即是猪肉那种味 应该几乎没有 大多数都是鱼味 那种甜甜的腥味 嗯 接着就喝一口汤 哇 汤会不会更鲜 老实说 汤不算好鲜 因为九几叶味道比较重 来到夏天喝点九几叶汤 里面有些杞子 这些清热下火 非常好 九几叶清热下火 但是汤里面又不算太苦 嗯 好吃的汤 不过都不及这个好味 新鲜买的荔枝 新鲜是多新鲜 贵就贵点 华枝 和我们前几天吃过的贵味又不一样 试试味道 你刚才试试味道 你刚才试试味道 这些荔枝大不大 这些是大荔枝 大荔枝也买这么贵 它特别甜的吗 其实我分不了品种 我只是分得到糯米糍 和贵味 是否不适合的时候 又或者是品种问题 淡到好像忘了下糖 下次我们真的要醒目 不要买这个品种 吃了对身体没有那么大负担 只能说是很淡味 为什么还会卖到十多元一斤 又这么大粒核 又不甜 Hello Hello 我们吃饱饱了 整餐饭我最满意就是原杯 非常之好 又抵护 那个汤都不错 不算太贵 虽然是三十八元 但是有鱼包鱼包 真材实料 不过这些都是次要 我最满意就是餐厅的环境 坐得很舒服 最终埋单是一百五十八元 有鱼比较贵 其他都是正常范围内的价格 下次如果有观众来到的话 可以蘸多些海鲜 会更好吃 这里有例子 在里面打乒乓球 我带大家去看看乒乓球 这个位置就是要验了安全码 才能进去 就是这里 带大家去看看乒乓球 原来搞错了 这里是验核酸 但是要收费 打乒乓球 就是隔离这里 真是搞笑 隔离这里就是打乒乓球 例湾区体育馆 通常我们会称之为例太 现在在搞什么 好像没有人打乒乓球 有什么活动呢 乒乓球交行 这么快 我们又回到陈家子门口 原来晚上这么漂亮 亮灯 亮灯 早上跟大家来得多 晚上真的是第一次来 门口有些姨姨在跳广场舞 因为现在天气热 早上你没理由早上出来跳 想死吗 到夜晚便会见一下新 唱歌 开派对 至于我们 现在就要回家了 要订阅各位观众 下集见 拜拜